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这个推文 他在推特上面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需要的那么多的产品 不应该依赖别的国家为我们生产 我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个产业链带回美国来 同时呢 还要带回几十万个工作机会 看他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他原文是这么说的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n't have to rely on other countries for so many of the products we need My agenda is bringing supply chains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that come with them home to America 看到他这篇贴文之后 让我们想起了他的前任 前任总统特朗普 在竞选的时候 不也提出那个口号吗 说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请您注意 拜登在推文里边说 他只说到了supply chains 叫做供应链 他没有提这个产业链 但是呢 他这个字里行间当中 还是说到了这个产业链 他说我们那么多需要的产品 不能依赖别的国家 为我们生产 你看这不产业链吗 而且呢 他这个在前一天的推文当中呢 就把这个产业链呢 就更明白的说明了 你看前一天 他是这么说的 他几十年靠海外供应之后 我们的这个行政团队 现在的行政团队 正在把制造业 带回美国 带回到什么北卡拉莱纳 乔治亚 亚利桑纳 米尼索塔 还有什么其他的州 他说我们的这个行政团队的任务 是把薪水好的工作 都带回到我们的社区来 这些社区几十年来呢 这些制造业都被掏空了 你看他原文这么说的 After decades of offshoring Offshoring就是这个产业链 都跑了 都没了 Our administration is bringing manufacturing home 你看 manufacturing 这是制造业 To North Carolina 打打打打打打 My agenda is bringing back good paying jobs to communities that have been hollowed out and left behind for decades 这两天的推文 结合起来 一块看 就知道呢 这个拜登说的是 不但是供应链 而且还说是产业链 这个拜登的雄心装置 跟这个特朗普一样 还是换汤不换药 还是那意思 跟那个雇美国人 买美国货呢 是一样的意思 不过这个产业链是这样 它是属于这个商业 这个环节的 属于流通领域 这个产业链呢 是属于生产这个环节 这两个东西呢 你要结合在一块 那才牢靠 你不能说是 这个产业链 在另外一个地方 供应链呢 我要把握在手里 实际上那个 还是不牢靠 两地分离 两地分居 这可怎么好 你要把产业链 供应链 都带回到美国的话呢 这个咱们也都赞成 快点这么干 这个几十年前 就应该有这种概念 就不应该把这个产业链 撒手给它放出去 现在呢 想起来要把产业链 给这个拉回来了啊 这就是好事 但是呢 这个亡羊补牢 你说晚还是不晚啊 拜登总统呢 他是位于这个九五之尊 他说话应该算话 应该是置地有声啊 这个呢 他又不是脱口秀演员 如果他是脱口秀演员啊 说这么一番话呢 咱们听听就拉倒了 他是美国总统啊 他说话应该严肃 应该负责任了 产业链 公业链 都拿回来 这可不是部分产业链 部分这个 这个供应链 是全部的 也就是说 你不把产业链 供应链 你牢牢把握在 美国人的手里 把他们呢 按照拜登的意思是 都弄回到美国来 如果不能回到美国来的话呢 放在别人的手里头啊 哪怕是盟友啊 也不放心啊 哪怕是日本 德国 法国呀 这个他都不放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啊 随时准备翻脸 即便是盟友的话呢 也可能啊 随时准备翻脸 你看啊 像那个日本的东芝 是吧 还有这个 法国的阿尔斯通 对吧 还有这个 德国的西门子 不都是有这种啊 相当悲惨的命运吗 但是要把这个 产业供应链弄回来的话呢 这个谈何容易啊 因为几十年啊 正能不断的流走 是谁流走的 两方面的因素啊 一个是别人那边有吸引 另一方面的话呢 这边啊 有点啊 这个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的 那个 就是自己的 用自己的手啊 把这些产业供应链 都给往外推出去了 那怪谁啊 不还得怪到自己吗 那换句话说啊 就是别人那儿有情 我们自己这儿呢 无情啊 就是那边一个有情的手 这边一个无情的手啊 这个 那心往一处想啊 劲儿往一处使啊 就把啊 美国的这些产业啊 都给轰到啊 别的国家去了 那你轰出去了 其实也没关系啊 如果说这些 这个链条啊 产业链供应链啊 即便是出去了之后呢 但是呢 还跟自己家里人呢 很友好 很念旧情 这个呢 问题倒不大 比如说一个 对比的例子啊 那中国的产业链 和供应链呢 现在按照联合国的那个标准来 来统计啊 那是最完整的 但是呢 中国也是啊 叫要升级换代 升级换代怎么办呢 它就有一部分 这个这个产业链 供应链呢 要向外扩散 向外移 哎 中国就弄了一个叫什么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啊 现在已经十来年了 而且现在呢 已经啊 见到成效了 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 它分啊 叫什么啊 劳动秘籍型产业 还是什么资本秘籍型产业 还有什么技术含量高的那个 什么科技含量的 那个领域啊 这个三等 那现在的话呢 中国要是这个 升级换代的话 那些劳动秘籍型的那些产业呢 就要逐渐的往外扩散 往外转移 但是转移之后呢 沿着一带一路走啊 他对这个自家人呢 还是相当的友好 你不能说是啊 我一定要控制他 只要他是相当友好的 只要是相当友好的啊 那办什么事啊 就都好说好上了 那同时呢 中国也是啊 现在要把这个 要把科技密集型啊 这个产业呢 来扩大它的比例 逐渐的扩大比例 那中国呢 在这方面啊 他就不担心 为什么 他行的是王道 王道啊 就是到处交朋友啊 只要人家一看 哎呦 中国人来了 那肯定是有好处啊 不是带着资金来啊 就是说带着建设项目来 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缺钱 没关系啊 他可以借钱 他可以出资啊 这个先把这个事干起来 以后这个事干成了 赚钱了 咱们一起分钱 他也有好处 我也有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那中国人一来的话 起码铁公鸡有吧 就是铁路公路机场 外加上还有什么港口 也许比这个呢 还有更多的 那越来越多的项目 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不是赚钱的生意 就跟着来了吗 那你再看看 这个西方啊 几百年来啊 这个殖民 这个不是王道 那是霸道 那个 来了之后呢 不是说人家看着 这是大哥来了 哎呦 那是老爷来了 老爷可难伺候了 伺候的不高兴的话呢 他可能啊 就要这个制裁 什么的啊 也就是这得啊 好好伺候着 好生的伺候着 好好招待着 别让他生气 别让他着急啊 别让他呢 一不高兴啊 制裁我 那具体带来什么好处的话呢 基本上也看不见啊 已经没有功夫啊 顾那么多了 只要他不给我找麻烦啊 这就要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这就是霸道的 那个本职啊 这个 执续我好啊 你不能好 你要是落下好处来的话 我心里也感觉到不平衡 只要你呢 一直处于这个落后状态 那才能够显得出 我这儿啊 这么优秀 这么棒啊 这么先进 这么强大 打个比方来讲 也就是慢慢黑夜 长长黑夜啊 伸手不见五指 别说伸手不见五指了 伸出六指了 他也看不见 在那种慢慢长夜的情况之下的话 有一盏明灯 哎呀 放着出万丈光芒 你说这个对比多强烈 对吧 如果说呢 你这个慢慢长夜 慢慢天亮了啊 你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 自己也发展起来的话 那我这盏明灯的话 还显得出亮来吗 对吧 你大太阳都出来的话 我这盏明灯 虽然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亮 但是呢 在对比之下啊 就失去了以前的那个光芒 那拜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要带回来呢 这是一个美好的这个幻想 也可以说是美好的梦想 我们但愿呢 这种幻想和梦想能够实现 但是呢 实现起来的话 它很容易 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这个行政团队 他只是考虑自己这一方面 他不考虑对方的那种感受 对方有什么要求 对方有什么想法呢 连考虑都不考虑 只考虑自己 那这就是臭气楼的了 你看我们这个下棋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我自己走一步 你考虑到哈 你把对方啊 看成是高手 别把对方看成是跟你一样的 这个臭气楼的 他呢 能够走出这个 你意想不到的那步棋 如果那样的话 对方就是高手 但是呢 是这样啊 只考虑自己 不考虑对方 只考虑自己怎么走 不考虑对方的话 这本身肯定是一个臭气楼的 如果是臭气楼的的话 你不管是遇到高手 还是遇到对方 也是臭气楼的 你这个输的这个机会啊 仍然是很多呀 当然还有啊 另外一条路啊 是啊 走起来最简单啊 不是要把产业链 供应链这个弄回来吗 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拜登肯定不愿意走 那就是尽早的啊 三下两下的 三下五出二 一出六二五的 把这个美国尽快的变成啊 第三世界国家啊 让其他的那些发展快的国家呢 啊 变成发达国家 下一次的休息 之前的地面 旧期间发展快速件 谁 beta的 Olympi 对 先往等 决好 hàng пам 敦 这有些 人 你 我 灯 感谢观看